今天我们来做个潮州家常菜 骨彩茶芹柚 骨彩鱼鱼 骨彩灰 一个蒜头一个辣椒 把骨彩鱼和韭菜洗干净 骨彩灰要蛮嫩一点的 要不然炒出来口感不好 像这样很容易折断 就很嫩的 听起来口感很脆 再把头部切掉一点 再把它切成断 把辣椒切成丝 弹头拍扁 剁碎 把鱿鱼切花 炒鱼 材料准备好 锅烧水 鱼烧水 稍微烧一下 捞出备用 锅烧热下油 再下揉 炒香后下辣椒 倒入韭菜 加少许的水 稍微炒一下 倒入鱿鱼 调味 加鱼露 鸡粉 煮鱼 煮鱼 鱼揉骨材 油漆油沉淀 想要烤 碧手 简单美味的家常菜 骨材茶七丘 喜欢 試一下 seeing you 乖 鱼 amounts